县议员奈燕雪及陈翰立 今天针对南投市三合游泳池发生的安全管理问题提出咨询 奈燕雪议员希望县府能制定游泳池的相关管理办法 本席要追溯到就是我们整个三合游泳池的管理办法 我想要请教你的是说 现在天气渐渐的变冷 那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县民是不是适当进到我们游泳池 我们在把关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把关 你们的管理态度包括救生员的 员额到底足不足 不要把人民的这个生命当成开玩笑 事后的慰问都比不上事前的管理 你办法你有没有定好 假使连长80岁还是70岁以上要进到我们游泳池 要不要定定还是要有家属陪同 陈翰立议员也说 最近一起的游泳池意外发生到现在两个礼拜 却还在调查当中 三年前游泳池也是三次事故 也是一个死亡 那两个星期发生到现在还在调查 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 针对游泳池的安全管理问题 议员们都希望县府能在好好检讨改善 进一步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记者陈建豪 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